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航天一件 祝贺是一件26星 太棒了 赞赞赞 祝贺 厉害了 我现在在看中国航天和马斯克的对比 这里有报道 马斯克说要一件400颗型 但是我没有找到实际发射 似乎计划是这样 这是2021年的 两年过去 那么马斯克现在一件是多少型 这里找到了一个去年的1月份的发射了143颗 所以说我们的26颗 你跟那143颗还真的是有差距 当然星和星也不一样 谁知道你那个星是个什么星 是吧 也许你那个星只是个拳头大 它那个星有个周末大 那个可能还是不一样 是吧 那么印度有个记录 是104颗 马斯克发展了这个航空航天多少年呢 这里有一个说是20年 马斯克他就这样一个年纪 他能发展多少年 现在才四五十岁 这里说是20年 这里说超航天大国30年 那里是举国体制 马斯克就是一个人 那么我们这里发展了多少年 他这个说超30年不知道指哪里 我们这里是72年了 这是去年的一个活动 71周年 72年了 他才20年 我们这个发展史啊 比马斯克和他爸爸年纪恐怕都大 别说马斯克了 我再看中国航空航天一共有多少从业人 我们帮帮了一个人 我们帮养给我们帮养给我们帮养给我们 这里好像都没有这个统计数字 航天行业一共有多少人 只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就有12万人 就是一个公司 那肯定我们航天航空航天不是一个公司 是一堆公司了 就这一个公司就12万人 那么马斯克这个spy多少人 9780人 不到1万人 这个差距够多大 我们一个公司就12万人 马斯克这个一个公司还不到1万人 所以说不能这个骄傲啊 还是差距挺大的了 本来从这个发展的进程来看 马斯克的这个时间是后来惹啊 一下就超过去了 而且他是一个人是吧 我们这里是14亿人 差距太大